好 那我们就来找 交通部长林家龙 趁着五亿廉价前 亲自到台南无山头 与在地观光公协会 和业者座谈 倾听名义 现在没办法出国 至少国内走走 力挺国旅观光 但又得避免廉价人潮爆炸 交通部强化1968APP 林家龙亲自示范给你看 很容易搜寻进去 那以我们你看 这个台湾地图就出来了 林家龙对近跌版APP 相当满意 但这些乌山头的旅宿业者们 因为前一波亲密廉价 国家警示的发布 业金狂调 音韵惨兮兮 现在面对无意廉价 同样心晃晃 71个房间嘛 那大概就个位数 看有没有在散客来 有的话就是只有一成而已 所以我们推出的优惠 现在是降到第四波了 让这些受影响的观光景点 跟这些产业 可以让他们更 有信心 路上 我就先打开1968APP的升级版 那可以得知 在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其实人潮是 很少的 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过来 疫情冲击 观光产业兵败如山倒 现在中央 走入地方基层 倾听在地声音 承诺被妥 纾困 政经计划 也会滚动式调整 才能在防疫政策 和补助上 切中要点 环宇新闻 陈炎卫 林伟 薛静海中 台南报道 一会儿 这一会儿 不论